为了世界和平 从小就被迫女扮男装 继承皇位的左侍义 到了16岁 还要接受一个破灯的指示 娶一个臭名远扬的流氓女人当皇后 而另一边 这个出了名的勾人浪荡小妖精 正在赌方玩乐 她撂下身上紧盛的宫钱 一脸玩世不恭的样子 还是那句话 老娘就只压大 我就不信这次又会输 此时 一飞镖朝她次来 她轻松将飞镖接住 回头一看 呦 是许公子 搜的一下 只觉眼前一黑 一群长相粗广的打手 将她围住 她咚了一声跪下 完全没了方才的那劲 许公子饶命啊 我上有八十老母 下有三岁小儿 求您高抬贵手 把我当的屁放了吧 瞧这可怜模样 要不是见识了这小妖精 吃喝嫖赌 酿酿精通的手段 怕是又要着了等 快丢往死里打 柔柔弱弱的小白花 呼唧唧 许公子 你这样欺负弱女子 会遭天谴的 正欲被殴打 只听一声 放肆 皇家护卫出现横扫一脚 将人踢开 大声呵斥 竟敢对皇后不敬 只一眨眼功夫 这些打手全被了 护卫齐刷刷的跪地行礼 臣等顾驾来迟 请皇后恕罪 皇后 说的是我 她一脸懵逼指着自己 语气离满 是不执行 护卫高举出几坛酒 齐声道 您是名神所选中的准 皇后 皇有令 请您把这些酒都喝了 即刻进城 与皇完婚 旁人都惊掉了下巴 我皇好call啊 聘礼竟是几坛的酒 看着那几大坛酒 她只觉头顶凉缩缩的 骗 皇宫里一群大臣 正上演着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逼婚戏 都吵死了 朕说了不娶 即使你们集体上吊 朕也不会娶那臭名远娘的流氓女 陛下 这是名神的旨意 是万万不可违背的 你要知道 只有名神选出的皇后 才能继承力量 维护我们苍明大陆的和平 正说话的白胡子老头 太夫李善德 盯着桌上的糕点 继续 您这般执意唯背名神 老师我实在请示难安啊 当真能请示难安 他抬手掀翻了桌上糕点 师伙老头子那眼球都快掉出来了 赶忙巴拉护住糕点 只听陛下恼怒道 什么神明的旨意 就凭那盏破灯射出来的光线方向 那群祭司就根据这个 算出了谁是皇后 谁能相信 老太夫起身 撵着扶须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 所以我已经以您的名义下旨 把皇后灌醉大火 随着遭老头拍手示意 一醉熏熏的女人 被护卫架着进来 他夹着嗓子 调戏着一旁的护卫 这位帅气的侍卫大哥 来和我亲一个马 皇帝嘴角不由抽搐 这就是朕的皇后 侍卫把这酒醉的人 朝他身上一扔 老太夫立刻将门锁死 还不忘提醒 春宵一刻值千金 陛下 您可要好好把握 床上一脸醉意的人 捏着佐石颖的脸 不由感叹 哪里来这么个英俊的小鬼头 个子虽然小了点 但脸又滑又嫩的 像个女人一样 身为女子 怎得如此放浪心 快起开 没想到这小妖精 算是缠上她了 紧紧与她贴贴 佐石颖身子突然一将 眼神往下平 那小妖精则是松开她的脖子 手往下摸去 软绵绵的 不仅脸蛋像女人 怎么连胸都像女人啊 这两人好像互碰了 对方不得了的力 脑子顿时荡机 随即又刷了一下 你是男人 你是女人 你这个骗子 竟敢冒充女子之身 欺骗朕 还摸 实在说不出口 干脆杀了面 还没等她挥出长剑 眼前人竟先下手 轰个一拳砸在自己脑袋 痛感是如此真实 可 不对啊 她看着自己的手 红着脸嘟囔 皇上怎么可能是你 可她有胸啊 不不不 虽然是软的 但搓衣板平胸 不能算胸吧 我真的喝醉了 皇帝要被这货气死 她举起剑大 臭男人 果然还是杀了你算了 女扮男装的面瘫小矮黄 将要和传说中的女流氓入洞房 仅是一个简单报报 竟惊恐发现 这祸竟是男扮女装的流氓大渣男 而自己也掉了马鸡 面对这个喝得烂醉的臭男人 她举起刀剑趁她醉 把她秘 当她靠近男人 却闻到了她最不能闻的气味 随即一阵晕血 整个人便砸在了肚瘤眼 她赶忙将人扶起 却见陛下露出痴呆的罪子模样 还叫她不娃娃 她晃了晃脑袋 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这周围空气 有股浓厚的酒味 没等她反应过来 就被骑一把推倒 七十二胜 只听陛下喃喃着 真的不娃娃 她明白了 这人闻到酒味就能醉 眼看陛下俯身就要闻来 她屏住呼吸 像是没做好准备 心里默逆着争托 可也没有将其推开 反而在镜手的香腕着落下 通通一声 房顶被戳了个大窟窿 有刺客偷袭 眼见刺客迟剑杀了 她挖的用力 飞开了左蚀蚀 小矮黄脑袋 磕了个大包 顿时清醒不少 看着剑直直地插在她腿边 肚瘤也轻惊肉脏 差点是真的要变了性别 她打着酒盒 干巴地喊着来人护驾 刺客 左时颖看着外面 一点的动静也没有 叫她别喊 原来都是太子 那遭往头上干的事 为了不打扰陛下洞房 早日开支散夜 她将门锁的死死人也就罢了 还把周边的人都牵走了 不仅如此 这个大聪明知道陛下晕酒 还故意把酒罐弄进了房间 这会儿房间里的酒味越来越濃 左时颖又开始晕酒 她眼睁睁地看着刺客杀了 身体却迟钝的多少 差时一股血腥直冲鼻枪 不过自己却不痛 她缓缓地睁了 只见一只手正握着利刃 斜在眼前滴答落下 渡流也冷 趁人之威可不是君子所谓 她笑着将利刃折断 仿佛是在折废纸 此事与你无关 你不是这些杀手的对手 快逃 刺客表示 既然这小娘子多管闲事 那就给狗皇帝赔命了 多管闲事 她抽出匕首 我可是陛下的新任皇后 陛下当然由我来保 只见她伸手矫健 三两下就解决掉了 竟有如此伸手 小矮皇诧异 你到底是谁 男人却回眸一笑 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是陛下的皇后啊 她将手搭上左时应肩膀 随即眼前一黑 净吐了 深夜里恍惚间 一个脆响的巴掌 落在了小皇子脸上 来人呵斥着 谁允许你玩这种女孩的玩意了 石颖 你是皇子 就要有身为皇子的自觉 小皇子懦懦地反驳 可是石颖明明是女孩子啊 石颖是公主 此回应她的 却只有无情的鞭子 苍鸣大陆没有公主 你就是唯一的皇子 他大哭着好痛苦 可父皇的鞭子却未停下 那钻心的疼痛 灼烧着他幼小的神经 只是父皇的声音 好像变得沙眼 记住你现在的痛苦 石颖永远不要忘了 此生你都没有作为女子 活下去的资格 痛 左石颖睁开眼 天亮了 床榻上某人正呼呼大睡 那脚正蹬着她的脸 腿也压着她身子 她反手就是一个擒拿之术 只见床榻上的男人 娇柔造作 陛下呀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 会得人家昨晚 还以命相夺保护你呢 弱女子呢 昨晚的事 朕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看在你救了朕一命的分手 朕就不治你欺君和大不将之罪 你现在就给朕离开皇宫 杜柳也表示 论起欺骗众人 陛下也一样 因为陛下不是奶 朕看你是喝多了 眼看这人打算死不承认 杜柳也一歹之前的家族 嗓音里带着生了的孕 那就把衣服脱了 自证一下吧 陛下 她是苍明国的小矮皇 到了16岁 就要和神明指定的老婆完婚 洞房之夜 她却惊恐发现 神明给她指定的皇后 竟然是个女装大女 而同样这个伟皇后也发现 陛下竟是个女扮男装 沧明国可是不允许女子为皇 于是他提出 让陛下脱下衣服 自证性别的无理要求 左侍颖一时间僵住 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这个男扮女装的臭渣男 看了欺君之罪 竟敢让朕脱衣服自证 杜柳也轻声靠近 既然您是女子 我是男子 比起陛下要娶其他女子 平白耽误他们 还要费心隐藏身份 同样需要陛下隐瞒的我 不是最合适的皇后人选吗 左侍颖想来 此人说的没错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都是名神所选之人 名神的选择是无法废 若他能替自己隐瞒身份 自然是省下最大 不过还是先要弄清对方的目的 为什么非要皇后之位 杜柳也却表示 荣华富贵 滔天权势 有谁会不行动 不过自己绝不给陛下添了 见左侍颖犹豫不决 他亦敢商量的口吻危险 这笔交易如此 陛下还拒绝 我就只能当众揭穿你身上 他突然朝外叫 来人啊 陛下打 轰的一下李太夫闯进 杜柳也故作娇羞 讨厌了 怎么大家都进来了呢 眼前的阴霧 让高老头闪了眼 只听一声怒吼 都给朕滚出去 一头都被枕头砸了出来 老头子冒死禁名 肃臣斗打 陛下 您可是一国之君的 怎么能被压在下族 杜柳也整理着衣服 轻奉着 看来陛下 和臣妾达成了共识 左侍颖有些不起 这女扮男装是无奈之地 和你 堂堂一男子 为何要假扮成女子 杜柳也 轻起唇半低欲战 我和陛下不一样 他回眸看向左侍颖 那深邃的眼眸 像是隐藏了 让人心碎的过往 陛下是为了设计苍生 而舍弃女子身份 但我 只是因为 还不能死而已 与扮男装的皇 和他的伟皇后 即将举行一程婚礼 这一大早 李太夫就拿着一套 矮子版喜足 给陛下做货 这遭老头 热泪盈眶 老臣盼了这么多年 总算看到陛下娶妻了 明知道陛下的身材 是他的雷区 这个糟老头子 还敢在上面蹦逼 左石影 撕拉一下 将那裙装撕碎 比起这些 昨晚皇宫里 混进了刺客 还查不出其身份 那么婚礼 更要抓紧进行 繁杂的程序 能成何事 李太夫 拧着胡子分死 虽说最好的防守 是主动出击 刺客是何人派来的 相信陛下 也心中忍恕 但以婚礼为局 还是太过威胁 太夫不必作用 那人敢下手 朕自然要准备好回忆 比起这些 皇后的事才更麻烦 一个月后便是婚礼 皇后出身相遇 要在短时间内 学完李一课程 她认真地在观察着尸体 只听一个声音响起 我好像听到 有人说我算 左石影吓了一跳 一拽子 哼的一笑 把他耸着老远 不是在上着课吗 杜刘也一脸委屈 人家逃课了吗 谁让那个什么李一课 这么无聊 陛下也太凶了吧 明明昨晚是柔柔弱弱的 左石影怒视着杜刘也解释 昨晚只是晕去 不然也不需要他救 还奉劝杜刘也 婚妻将至 若想坐稳皇后的位置 便要好好学习 陛下 别说这么扫兴的话吗 他一把搂过陛下 往肩上一丢 扛着就往内走 您整天只顾着工作多无聊啊 稍微休息一下如何 左石影被这样扛着 顿时又羞又猛 简直无理取闹 快将阵葬下 眼看着没准备放下自己 还嚷嚷着要和他去约会 他立声训斥 修身养性乃根本 皇后位居人上 该自我约束 谨言慎行 更要以身作则 为天下人之范 话没等说完 杜刘也便将他放下 哼 陛下还真是活得很浪费呢 你说什么 浪费 杜刘也继续口吐狂言 我很好奇 这么多年 陛下有一日 为自己而活吗 以身作则以率天下 这些话确实很漂亮懂听 不过在我看来 陛下的心中 既没有天下 也没有自我 你虽然站在这里 但是我的双眼 却看不到真正的你 世上背负着重担 举步维艰的 可不仅是 陛下一人 一个连自爱都不懂 更没有资格说爱天下 臣妾告退 左思颖一时间沉默了 只听李太傅轻叹 陛下 你从两日前 就没怎么休息了吧 这些天 一直忙着追查刺客之事 还要准备分院 比起他人 皇后或许 一直都将陛下的逞强 看在眼里 左思颖冷喷 谁叫他多管闲事 随即便也走了出去 追查刺客之事 他会这般出言阻刺 还真是一个敏锐又麻烦的女人 他换出世了 许业 关于杜柳也的身份 还是没有查出什么新的东西 世卫回离 和之前一样 他看起来 只是一个无父无母的普通女人 除了爱赌博喝酒多一些 并没有什么出奇 李太傅却吩咐 越是普通 就越不能掉以轻心 继续查 必须保证陛下身边 没有任何不安全要素 你见过皇帝第一次约会 被皇后拐进赌方的吗 西凤殿外 左时颖走来走去 想找个理由 约杜柳也出来 他想对他说自己 却是个浪费的人 总之 就是不想杜柳也误解 屋内传出摩摩一道贺耻 皇后 您又要逃到哪里去 可还没有上完啊 接着 门被一只冒失鬼推肯 左时颖一头栽进杜柳也的甲胸上 他顿时气急 给朕蹲下 一头蒙的杜柳也 给刷的蹲下 左时颖趁机骑在他脖子上 你不是想让朕陪你偷浪吗 不过 作为异国之军 被人扛着跑 有损正的威严 正许你当正的坐骑 见这家伙还不跑 他揪起他头发大 还弄着坐上 快趁嬷嬷来前跑 万万没想到 杜柳也竟敢背他来赌房 这就是你说的 能让我好好休息的地 杜柳也则是两眼放光 小盈盈这就不懂了 小赌移情 能纵横赌场 是每个男人的浪漫 我这是为了让你 变得更有男子气概 说着 就拉着左时颖往里去 刚进门 这高架的脖子 只听赌方老板说的 哟 杜姑娘怎么算来了 听说你闹了一出 假扮皇后的戏 你总不至于 以为我会信 然后就不用你还债了 开什么玩笑 老娘的规矩 可是在赌方里欠债不还 就得剁手 杜柳也连忙白省 怎么会呢 您看我这不是过来了吗 他随即指向左时颖 我就是特地来还债的 我这位朋友很有钱 而且还是个高手 等他在 我今天一定能翻本 把钱都赢回来 左时颖顿时气急败坏 这是把他骗来 还祖情了呀 祖方老板打量着左时颖 不持倾向 杜柳也 你的眼光也变差了 这个又矮又瘦的 小白脸豆芽菜 是高手 小白脸 豆芽菜 竟然嘲笑他 左时颖气得牙哥哥响 当即掏出腰间玉佩 赌就赌 今天我要让你们血本无归 杜柳也则在一旁拍手叫好 哇 小爷爷好帅呀 看着气势 众人意乌纷纷 这位少年绝对是高手 左时颖却突然顿着 他回头看向杜柳也 对了 这里一般玩什么 把玩法规则简单说一下 众人瞬间压麻袋 这人从没有赌过呀 只见左时颖对着牌姐开始思索 老板不由吐槽 一个连规则都不懂的小鬼头 还敢口出狂言 片刻 左时颖表示 可以开始 几轮下来 众人都傻眼 抱歉了诸位 我又赢了 我赢了 我又赢了 赢了 左时颖瑜麻了 被刀架着脖子的杜柳也 一不小心忘记说了 听说那家伙 此时左时颖已赚得很满锅满 他一脸没解 真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看来今日 我是要把你们赌方赢到嘴边 夫妻俩 黑黑黑的贼笑 赔钱吧 左时颖不然回神 他尴尬清河 自己是有点兴奋过头 附留爷也注意到了他的变化 刚刚不是笑的 开心吗 很适合你 他轻柔着他的头发 声音里透着温柔 即使是你 偶尔也可以不严肃克制 放肆玩闹的呀 皇上被流氓皇后带歪了 竟在赌方玩的不亦乐乎 另一边 李太夫问侍卫 利部侍郎林恒华之子 流放边疆的是半毒 侍卫回禀 林侍郎不忍独子被流放 不配合交出其子 各丞相肯联系他爱子情深 他愿意向我投尘 老太夫大怒 他那渣渣儿子 好色瘫子 毁了多少好人家女儿 这次竟还墙上一嫁妇人 家人虐死 按律法杀一万次都不够 流放已经是便宜他 这林恒华竟还敢威胁本相 侍卫提醒道 但我们需要林侍郎 陛下也需要林侍郎的支持 来应对有亲人 老太夫身子一颤 将在原地 伴上后 他无奈白手 罢了 你去回复林恒华 此案我会吩咐知府 禀功处理 让他安心 与此同时 在赌方玩嗨乐的陛下 被一男人盯上 那人赶上前勾到左十一 先是一波溜须拍马 夸赞小公主 玩得一手好牌 又是邀请喝茶 心里却想得龌龊 虽然是男人 这小子倒是长得白白净净 最近女人也有评议了 幻幻似乎也不过 如此猥琐色批 正是吏部侍郎 林鹏华之子玲蓉 杜柳也伸手拉过左十一 将其复在白 咔的一下 打掉那下作的手 主方一时间 鸦雀无声 杜柳也脸上厌恶的表情 一声不过 随即笑脸相迎 呀 这不是有名的林家公子吗 人家远远见过几次 还是第一次 能这么近距离接近公子 那色批正欣喜之余 不然冲来个老妇 你这丧心病狂的禽兽 你杀了我女儿 我要你偿命 林荣将老妇一脚踢开 老妇倒地不起 那畜生对老妇人 拳脚相下 又是你这个贱妇 竟然敢刺杀本少爷 你该死 你侮辱了那么多好女儿家 连我已嫁的女儿都不放过 将他活活尖上 凭什么还能逍遥法外 这恶霸指着自己的鼻子 简直狂妄 老子就是王法 看得上你女儿是他的福气 谁让他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里一幕 看得左时颖 目中烧 他遇上前置 却被杜刘也嘴 别多管闲事 你难道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当今陛下在赌方形状里 这里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根本没有人会去阻止 只听民众开始议论纷纷 又是玲容 折在他手里的好女儿家 都不知有多少 官府就不能管管吗 哼 官府有什么用 人家可是侍郎独子 每次还不是判个误杀 赔点钱就没事了 左时颖听后更怒 他问杜刘也 一个钱客累累的强奸杀人犯 怎么可能如此放肆 按我国律法 他早该被处死了 律法 杜刘也冷疯 陛下身居宫中 却不知律法 只护权贵贼地 官官相赴 平民百姓 只能为鱼肉 功力于世间 不过是奢侈 左时颖顿的错百 这就是我所品质的大路 为什么不是这边 点见恶徒抛出鞭子 即将往复打死 身为国家的皇 怎可放任此等恶贯行凶 他上前指此鞭上 你说的对 我一直只活在一片天地 或许从未看清外面的世界 但即便如此 朕也绝不会任由 这不正之风污染世界 他一个横扫 慌得一声那恶棍 便砸在了墙上 摔得直吐血 你是谁 静敢 左时颖冷声道 朕是你天王老子 来人 将这个无耻之徒抓起来 朕要亲自审理此案 众人见状 纷纷跪断 左时颖赶忙将老妇人扶起 老人家 您放心 朕一定会公正处理此事 还您女儿一个公道 而此时站在一处的杜刘影 正若远所思 只听角落有人轻唤 公子 没想到这小皇帝 会不顾身份冲出来 计划被打断 现在该怎么办 杜刘也沉声道 都撤了吧 是 皇帝在赌方 找了吏部侍郎之子 带回亲自审理 李太傅接到消息 火速赶来 因吏部侍郎林童华 对他和陛下还有用作 而林荣是林童华的独苗 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更不能将此事 牵连到林童华 李太傅心存侥幸 只要趁情况未恶化 他出面护住林荣 就还能挽回室 刚走进牢房 老头子便瞬间僵住 脑瓜子嗡嗡的 只见林荣正被吊着 他哭喊着全招了 都是他父亲帮他脱罪 他什么都不知道 杜刘也则在一旁 奋笔疾疏地坐 报告陛下 都记下来了 看来事态已知是最糟糕的 所适应见李太傅来了 太傅来的正 正刚审完此案 林荣已认罪 论罪当斩 而林荣华身为侍郎 敬你全谋私 纵容其子 犯下明天大罪 罪不可恕 李太傅反对 林侍郎乃朝中重臣 贵国效力多年 更愿扶持陛下 对抗女卿王 这般轻率定罪 岂不是含了臣民之心 所失应当即将其反对 博魂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林荣华逊私亡魂 是律总律律 正若在纵容他 才是含了天下可能之心 还朕命令 捉拿林荣华于审问 若情况属实 当撤其侍郎之职 派你流放边境 而杜刘也 却露出一抹小窃息 李太傅眉头紧皱 事情变麻烦了 陛下终究 还是太专注 不能放任陛下 这般鲁莽处理不实 允亲王也快回来了 在他归来前 必须做个两段 而立部侍郎林荣华得知 李太傅并未能 保识他儿子 便跑去了洛水城 投靠允亲王作忽 允亲王对这等狗腿 根本不谢至极 本王记得 你一天前 还准备将本王的那点罪证 献给李太傅 怎么 事早临头又反悔了 林荣华这个狗蚁八草 暗自贪测 允亲王既然都知道 知道我打算和李善泽联手 可为什么却放任不表 王爷 是我婆婆了 求王爷救我 导致陛下是这种粗暴 鲁莽不知好歹的蠢货 我就该好好 效忠于王爷 话音未落 林荣华的脸 被飞来的花瓣 割了一道口 死胖子吓得跌坐在地 只听允亲王立声道 陛下之士 还轮不到你来智慧 男人严谨进行杀 你的事 本王自有分寸 再让本王听见 你出言不训 下子割断了 就是你 我走 本货 滚下去 一旁叫如儿的侍女 用干净卷步 轻擦着他的手 主人需要准备回宫侍营 男人倾向 我那好侄儿 费尽心思 他以治水之名 叫本王离京 好整治 本王的兵部 提早回去 又该惹他不高兴 不过 他突然想起 令他不悦之事 愤然抽手 起身冷声道 听闻那群多事的祭司 已经找到了皇后 陛下即将大婚 本王也该回去见识一下 我那传闻中的浪荡之息了 他看着手上班纸 目光深邃且复杂 这种低等的肮脏之人 怎么配留在你身边呢 对吧 我的陛下 摘辛格 乃京城最顶尖的风月之地 飞达光贵人不得入 其主人为京城声名远扬的 头牌一计罪银 内容众多色意双绝的姑娘 引来无数权贵 一致千斤 夜夜榴莲 不必弹望 此时 一人走了进来 摘辛格老板和祖方老板 恭敬 其为公子 来人竟是野蛮皇后 杜刘一 他吩咐 将外面几个 李善格派来跟烧的 处理 摘辛格老板 罪言表示 公子请放心 您来前已经安排了 外面都是我们的暗门 他们知道该如何 他转身提起茶壶 笑颜如花 公子辛苦从宫中而来 罪言给公子倒杯茶办 跪下 罪言身子一正 当即跪地 罪言不知做错何事 还请公子明言 杜刘也阴沉着脸 眼中闪烁着怒 我记得 只安排了那夫人去闹死 谁允许你擅自改变记 怂恿他刺杀玲蓉 若不是我出生 你是不是还想趁左时颖 和玲蓉纠缠之时 顺便除了左时颖 还有 我入宫那一日 刺杀左时颖的刺客 是你所害的 被戳穿后的紫发女 脸色微变 略显惊讶 他不甘心 有何不可 那个小皇帝昏庸无能 原叫爱了我们的大姐 能借机除掉他不是正好 莫非公子 与那昏君朝夕相处几日 便心软了 啪子 啪的一声响 赌方老板给这苦话 你一耳光 看眼神 先不论那小皇帝身边高手云集 非但得不了手 他会打死惊蛇 更费了我们后面的故事 公子的记忽 什么时候轮到点质疑了 随即跪下求情 公子 罪言冲动行事 皆是我监管独立 若要责罚 请公子也责罚欲 杜刘也沉生道 看待满满 替你求情的愤怒 这一次便饶了你 这段时间 你手上的事物 便交由满满 带你自己去冷静一下 紫毛心里极度委屈和愤怒 公子竟如此维护那个婚居 到底是为什么 你绝不能任由事态 这般发展下去 皇宫里 陛下明确了婚期后 杜刘也这个准皇后 正在抓紧学习里 只听嬷嬷指导的 苍鸣大陆流传的 第108套广场美操 白莲花之若柳 俗风 妖妖女 头微低 眼神要诱惑 杜刘也忍不了 白莲花 眼神要诱惑 不学了 什么过东西 还诱惑皇上呢 没听说本宫刚入宫 你们曾经誓死关棍的陛下 就张扬着要大婚吗 杜刘也不由吹嘘道 本宫及陛下三千宠爱于一身 根本不需要学这些东西 陛下 你说是不是啊 他哒哒哒地向左时尹讨去 眼看着人要扑来 左时尹 他的降门关上 又 及三千宠爱于一身啊 而现在左时尹 看到杜刘也就只想赌 回想昨日 杜刘也带他去赏花 那花竟是十人花 差点就把他消化了 还有说什么 让他体会一下 小动物的质语 最后竟让他打扫鸡卷 某人道好 竟独吞他的劳动成果 陛下啊 随着一个后天的点音 门被前里推开 这个流氓转皇后 直接将他扑倒 陛下怎么这么老大 昨天明明还管 臣妾叫小甜心 和臣妾一起恩爱的约会呢 那分明是谋财害命 你死心吧 朕这次绝对不会 再被你所拥撬弓了 陛下啊 打是亲骂是啊 这都是臣妾爱您的方式 两人正在拉扯间 一道声梦声音传来 没想到传闻中的准皇后 竟是这般粗俗不堪的 左时尹 万万没想到 隐亲王敬回来 隐亲王看着地上 还未起身的两人 脸色越发麻烫 还目视着渡流 言行放荡不堪 迷惑君主 如此恬不知耻的女子 如何能胜任皇后之位 本王身为陛下的皇叔 断不能允许这等贱女 回陛下之江山 流氓皇后和皇帝 玩闹滚在地上 被皇叔碰得正着 皇叔粗意十足 大骂皇后恬不知耻 小爱皇大声训斥 大胆皇后千金之躯 何时轮到你来 说三到四了 王爷却语气傲慢 陛下恕罪 臣也是幽国心切 难道陛下要做昏君 为了一介妖女 抹杀忠臣 好一个忠臣 只见渡流也起身 整理着衣裳 允亲王此行 独断回京 可是得陛下允许了 违背圣意先行回京 一回宫也未曾行礼 上来便是指责皇上 这不知道 还当允亲王 仗着权重位高 便不将陛下放在眼里 话音未落 渡流也脖子上 就被架了刀子 侍卫其身贺斥 区区贱民 竟敢污蔑 逃亭仲臣 所时引恼火 要不是先皇 曾经给过允亲王特权 允许他持兵自由出入皇城 如今自己 也不会如此被动 亲王 你这是纵容手下 在皇城内动 还挟破皇后 允亲王表示 护卫只是父主心切吧 本王是担忧陛下 才提早归京 至于说挟破皇后 婚礼未进行 不留也 还称不上是皇后 他抬手雇住 左时引下巴 流声劝说 沉一番苦心 全是为了你 陛下 你怎么就不听皇叔的话呢 左时引内心 生出一抹苦 眼神中拓住不安 往事有限 那温热的血液 从利润滴答 滴答落起 他最信任 轻易之人 已倒在了血脖中 再也无法醒悟 陛下 你怎么就不听皇叔的话呢 左肤那温胜的诱惑 更像是魔咒 成了他的梦 无法抵护 今日 他怕是依旧无法护住 留在他身边的 正当他身陷 刷的一下 一只手将左肤的手抓开 只见杜刘爷 已经站在了一旁 似笑非笑 当然 是不听了呀 允亲王一脸诧异 他是怎么挣脱侍卫的刀剑 杜刘爷则晃了晃手里的腰带笑 陛下都多大了 你怎么还像这凡人的三姑六婆 指手画脚 与其管陛下的闲事 不如管管你家侍卫 几个侍卫的裤子掉了一地 他调了 连基本礼仪都不懂 就不要带进来了 欲擒失礼 可是大罪啊 小侍女大喊的变态 左石瘾 借题发挥怒斥 简直不知廉耻 还愣着做什么 把人都拖下去 每人仗字二十大把 禁止此等人再入宫 允亲王脸色阴沉 杜姑娘果真聪明伶俐 既然如此 本王破例给你的机会 也未成不可 按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若朝中有半数以上人 对皇后人选有所作用 准皇后可参加御事以定深度 只要能通过 所有人便不得再与御 宫女们听后议论森森 资历老的丫头更是精彩 因为上一任皇后 就是因为御事而丢了双眼 荒谬 过往因御事而差点丧命之人 无忌其事 先帝也早已下令废除这陋袭 允亲王少违背先帝之意 左施颖将杜柳也附在身后 杜柳也看到极力护着他的人 手劲在抖 他握住那颤抖的手 让左施颖安心 我参加 请允亲王放心 本宫定会漂漂亮亮的通过考试 与陛下成婚 是吗 本王拭目以待 银色扬地装 流亡大剑层生 切风细雨围扬 大落青江湿乐场 月丝流人羊 雪雨到秋山 那些雨少年来 早就迷失在路上 红战春秋林 风云一风上 烟光灿浪一眨眼 旧去灰烂浪 见逃不出 见不在庭院 深深所变化 尽不熟 不与世天生 是谁全家激怒 全望入山中 距离成龙 扫地走龙 北军一岁 花月正传风 朱朱亭周见 歌声交锁蔓延 光神与你无边 何愿你难 今儿来去残 还恨不得最冷暖 黄叔为了让流氓皇后 至难而退 便拿浴室考验她 是否是神明选中的 苍鸣国准皇后 小矮黄焦虑不安 那浴室共三关 撇开危险重重的第三关 光是第一关的才艺 即使自己帮她作弊 凭杜流也那吃喝嫖赌的样子 也不能够被通过 某人却一脸享受 还慵懒地朝她撒娇 上了一天离客 可累死人家了 陛下怎么还在操心 一起过来泡脚 左时颖 愤不得掐死这个 没心没肺的家 你知不知道浴室是会死人的 杜流也却理所当然道 可是我一定会通过的呀 左时颖有些差异 杜流也捏着左时颖下巴 让她看向自己 花瓣洒落 她眼眸温情至极 我不是说过吗 陛下不需要总是这样板着脸 不勉强自己站在前方也行 你只要相信着我 我会保护陛下 坑蒙拐骗两个小侍女感动 什么神仙爱情呢 皇后娘娘好爱陛下 要不是那闷骚的气泡奶衣 左时颖差点就被感动够了 这种毫无诚意的表演 是动容不了 正帮你通过第一关猜头 此时 李太傅急忙赶来 并递上一份 云青王提交的浴室平稳认单 左时颖脸色变得阴沉 随即便传召云青王进攻 杜流也问坑蒙拐骗片 东西可准备好了 小丫头们将帘子拉开 竟是满满的黄金台宝 杜流也便开始行动 他先是找利部侍郎 利部侍郎看着桌上 还不够塞牙缝的钱摆眼罩 你以为有钱就能买到本官的杰操吗 本官是绝不会被你买通的 可当坑蒙拐骗 抱来一堆西石珍宝 死胖子中的跪地 抱紧大腿赶忙认错 活跌啊 我错了活跌 接着是腹部侍郎 跟利部那死胖子 是一路破死的 金子哗啦一出 飞机成山 杜流也坐在上面 金光衣 腹部老朽如舔狗跪地 杜流也暗想再加上陛下的知识 第一关稳固 而另一边 左时颖质问允亲王 为何遇事评委名单中 会有林恒华的名字 这人明明已经被革职 并全面追捕 允亲王辩解 陛下受奸人所获 以为林恒华以权谋司 才下令追捕 本王已替您查明此事 林恒华对其子所为一无所知 实乃无辜 这是仲臣为其担保的联名求情书 这些难道还不够林恒华 官复原职吗 李太子暗想 难怪他派人四处都找不到林恒华 原来早被允亲王隐藏保护起来 什么证据 分明是你们为了保护那个畜生 你也造出来的 陛下请慎言 允亲王冷声开口 那眼底却如深潭 没有丝毫波浪 本王及诸位大臣 被朝廷忠心耿耿 陛下此言传出去 可是要引起动乱的经验自华 本王且当未经过 御事也不按计划进行 所时尹不想退让 却也不得不退让 即使仲臣做担保 你顾得了林恒华 但其子凌荣所行之恶事 证据确凿 必须被林恥处死 王爷看着有怒 却发不出的陛下 不由清醒 这是自然 陛下与其为此等所时浪费时间 不如多陪些准皇后 您看来对准皇后 颇为真实 说不准 这是您和他最后的时间 左时尹冷声道 不劳费心 朕的皇后 朕会自己保护 领亲王祖身提醒 本王若想保护一个人 就会干脆让他 没有机会自己威胁 陛下如此聪明 应该明白 怎么做才对 朕告诚 朦胧之间 左时尹听到了杜柳颖的声音 陛下我通过浴室了 她欣喜转身 她的准皇后全身是喜 身中树剑倒进她怀里 杜柳颖气息微润 只是受了些伤 陛下你不要跑 陛下怎么就不听皇叔的话呢 杜柳颖倒在了血锅中 杜柳颖一声惊呼 左时尹从梦中吓起 再呢宝宝 床边人浅路相间发嘴 陛下怎么一起来 就喊陈妾的名字 陈妾好害羞啊 左时尹捧住她的脸 逼难了 真的是 接着她一改脸色 凶巴巴道 谁让你偷跑进正房间呢 左时尹的贴身是女 蓝田和姜宝 探出头笔 娘娘昨晚说 怕陛下被允亲王气到睡不好 不放心才过来的呀 昨晚 她一直都在 原来昨夜她梦年 不断发出痛苦的抑郁 杜柳也就在床前轻拍安抚 守了她一整晚 左时尹问杜柳也 真的非参加浴室不可吗 今天是浴室的第一关 还有机会在一切开始前逃跑 离开皇宫 她可以保证杜柳也能平安地生活下去 而杜柳也 却将指尖抵在她唇半 陛下所想我都明白 但我不会退出的 我放不下陛下 包括陛下身边皇后之位 我都舍弃不了 所以 你只要看着就够了 我定然会守住皇后之位